航点飞行 使用航点飞行功能 可在多个趋勤点预先设置航点 通过航点生成航线 规划好航线后 飞行器可按照规划的航线飞行 轻松实现如西区苛刻 甩尾等复杂运镜拍摄 航线任务可保存 方便在不同时间执行航线 拍摄一年四季的变化 日夜更替等效果 避障行为设置 开启航点飞行前 请检查DJI Fly系统设置的安全页面中 避障行为设置 设置为绕行或者沙停后 航点飞行过程中 当飞行器遇到障碍物时 均会执行沙停行为 若设置为关闭 飞行器将无法避障 开启航点飞行 点击DJI Fly相机界面左侧的 航点飞行图标 开启航点飞行 航点和兴趣点打点 打点有以下三种方式 操作界面打点 在航点飞行操作面板中 点击加号打点 遥控器打点 短按DJI RCN2遥控器的FN按键 或DJI RCN2遥控器的C1按键打点 地图打点 进入地图界面 点击地图上某个位置进行打点 建议您在飞行过程中 通过遥控器或操作界面打点 既方便预览构图 又有助于规避航线上的 潜在障碍物风险 若您有特定的拍摄目标 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兴趣点 让飞行器在自动飞行过程中 相机始终朝向拍摄目标 点击兴趣点 进入兴趣点操作面板 此时可使用与航点打点相同的方式 通过遥控器操作界面或地图进行打点 若需调整航点和兴趣点位置 可进入地图界面 查案地图中的航点或兴趣点图标进行拖拽 设置航点和兴趣点参数 打点完成后 飞行器会自动记录航点和兴趣点相关参数 如需调整参数 在航点操作面板 点击需要设置的航点编号 可以进行相机动作 相对起飞点高度、速度、机头朝向、云台抚养 变焦倍率以及旋停时间等参数设置 如需在航点飞行任务中录像 建议将起始航点的相机动作设置为开始录像 若已设置兴趣点 可将机头朝向和云台抚养设置为朝向兴趣点 点击应用到全部 可将当前选中的参数设置应用到全部航点 如需在执行航线后自动停止录像 需选中最后一个航点将相机动作改为结束录像 点击左上方删除图标可删除当前航点 设置完所有航点参数后 切换至兴趣点操作面板 点击需要设置的兴趣点编号 将兴趣点高度设置为拍摄目标与起飞点的相对高度 并关联航点 同一个兴趣点可关联多个航点 设置航线参数 点击下一步进入航线设置 可调节航线全局速度 任务结束行为 失控行为 以及起始航点 其中 任务结束与失控行为 分别指航线任务结束后 或失控时飞行器的行为 任务结束行为可设置为 悬停 返航 降落或返回到起始航点 推荐设置为悬停 失控行为可设置为 返航 悬停 降落或继续任务 推荐设置为返航 航线设置对航线内所有航点生效 执行航线 在飞行前 要观察好周围的环境 确保航线没有遮挡 点击够 飞行器将开始上传航线任务 上传完成后 飞行器自动开始执行航线任务 相机界面将显示时间 航点及航线距离信息 航线任务开始后 点击暂停图标可暂停航线任务 点击结束图标可结束任务 点击继续图标 飞行器将继续执行航线任务 航线执行过程中 手动打扶养杆 会使飞行器当前速度发生变化 任务库保存航线 规划航点飞行后 系统将自动生成一份航线任务 点击航点操作面板中 左侧的列表图标 进入航线任务列表 点击保存 可以手动保存当前航线 上下拖动可查看历史保存的航线任务 单击可打开航线任务并调整设置 点击航线任务名称后面的铅笔图标 可修改航线任务名称 左滑后可以点击删除航线 点击右上角图标 可以更改航线任务的排序方式 关闭航点飞行 点击画面左侧的航点飞行图标 若点击保存并退出 将退出航点飞行 并直接保存当前航线到任务库 视力讲解 甩尾 下面将以飞行器甩尾为例 为大家讲解如何使用DJI Fly的航点飞行功能 飞行器起飞后 找到拍摄目标 将飞行器调整至 离拍摄目标合适的高度与距离 点击左侧航点飞行图标 进入航点飞行 打一个航点 将飞行器飞至拍摄目标上方 打一个兴趣点 以兴趣点为中心 飞到已有航点相对方向 再打一个航点 点击起始航点 将相机动作设置为开始录像 机头朝向和云台抚养设置为朝兴趣点 点击应用到全部 将两个航点的机头朝向和云台抚养 都设置为朝向兴趣点 其他参数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点击最后一个航点 将相机动作设置为结束录像 点击进入兴趣点参数设置 将兴趣点高度调整为 拍摄目标与起飞点的相对高度 点击下一步 进入航线参数设置 航线速度不宜设置太快 建议最大不超过2米每秒 点击任务结束行为 设置为悬停 点击Go 上传航线后 飞行器将自动执行航线任务 任务完成后 可在回放相册中查看拍摄素材 感谢您的观看